这是美军第四代隐形战机F-35产生的英宝 相比F-22猛禽它大大提升了空对地作战的能力 面对美方的恶意挑衅中方随即派出两架歼士进行拦截驱离 可听到警告的两名美军飞行员毫不在乎并发言嘲讽 眼看对方如此嚣张其中一架歼士立马加速俯冲撞向F-35 这一波玩命的操作下的美军急忙闪避 然而这还没结束 歼士飞行员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绕到F-35身后 F-35察觉危机瞬间突破音速可还是被身后的监视火控雷达锁定 美方飞行员只能发射干扰弹解除锁定 虽然监视作为比较落后的三代机 但年轻气盛的飞行员为了让对方付出代价依旧穷追不舍 并不断尝试用火控雷达继续锁定 也就在这时F-35突然拉空急速掉头 朝着一直追击自己的监视迎面飞来 两架战机以超音速的速度擦肩而过 同时这也是三代机与四代机差距最直观的体现 F-35想凭借自己更先进的水平机动性能甩掉对方 而监视为了不示弱冒着随时出故障的风险正不断突破自身极限制 虽然最后成功锁定了敌机 可在开火时还是由于发动机过热导致战机系统失灵 眼看目标丢失飞行员只能重启发动机 但由于刚才的极限操作导致发动机高温又出现了失误 这时基地让飞行员放弃监视做好跳伞准备 但飞行员却不以为然 他决定保住监视直接空滑紧急迫降机场